Hello,大家好,我是老周,欢迎来到轻助学院,关注微信轻助学院可报名全能会员,关注B站账号创建轻助学院,收看更多免费录屏教程,想要观看更多免费直播公开课的同学,可以关注腾讯课堂轻助学院 今天我们将进行到inscape 2.5.19正式版高级写实渲染教程的第三个案例 那么这个案例呢,我们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手工模型的案例 好,那么这个手工模型的渲染案例呢,它这个最终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感觉 其实手工模型的质感呢,我们通过这张图我们先来分析一下 要把这个质感要做出来的话,实际上它比较简单 第一个,它首先就是你要有一个比较,比如说这个背景对吧 你可以选择纯黑色,或者说你可以选择一个展览馆的这种 或整个环境的这种背景,然后把后面模糊掉,对吧 因为你在拍摄这种模型的时候,对吧 周围的环境应该都是一个处于比较模糊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呢,这个是它的渲染的一个特点 然后第二个的话,那么你最好你可以在inscape里面来添加这个景深效果 或者在这个PS里面我们来添加这个移轴模糊 对不对,你看它周周围这个远景的感觉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的 那么这个就给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呢 就给我们创造了一种微距的感觉,对不对 相机拍摄的微距效果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有一种,这个是模型的感觉 好,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细节,就是你的这些细节里面 比如说,这个地方你会发现,我所有的这个里面用到的木材 对吧,它的这个木质的纹理都是特别大的 首先你的这个,你的贴图,你的贴图肯定木纹尽量选择一个比较高清的贴图 然后呢,你的这个木纹一定要是比正常的比例要更大 就是你要模拟,它是手工模型,它很小的那种感觉 因为木纹的纹理,我们是没有办法在现实世界当中去改变它纹理的大小的 对吧,那么当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盒子出来之后呢 它的纹理必然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是把所有的这些这个木板的贴图纹理 都是放大了接近五到十倍 就是在它的那个纹理比例上,调整贴图的长宽比例 给它放大了五到十倍 所以说这个是大家需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然后灯光的话,整个环境的灯光的话 我们通常呢,就打几个这种摄影棚一样的这种灯光 大家想象你以前在摄影棚拍照的时候 对不对,就是周围一般我们会打几个柔光灯 对不对,一般呢,就是前后两个 然后左侧有一两个,一般就两三盏灯 就可以搞定这个整个环境光的一个布局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那么接下来呢,大家就打开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课件 课件里面呢,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工模型 这个模型的话,它制作起来比较简单 所以说建模的部分呢,我们就不 这个地方我们就不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建模的话,其实就是放一些植物嘛 配一下这个景观 然后,里面等一下我会讲到 这关于这个地形是怎么制作的 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我在这个效果图里面用到的这些贴图 对不对,都是非常高兴的贴图,大家可以用一下 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一些手势动作 找一些这个手势动作,然后把它披上去 也是可以的 披到上面,然后感觉比较睁忙 或者你自己拍一个,就是拍一个自己的手 然后把自己的手披上去 相当于就和模型有一个互动的感觉 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的制作过程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就是一个一个的这个素材 我们把它堆上去,堆上去之后呢 就是给整个场景打上灯光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难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最终的渲染效果 对不对,这个渲染出来呢 肯定是没有这个模糊效果的 我也是在PS里面去添加移轴效果 移轴模糊的一个效果的 后面呢,我们可以在后期的时候教大家做一下 OK,那么首先呢,大家就打开 打开这个模型 OK,好,这个模型打开之后呢 关于建模的部分的话 我说一下这个地形 这个地形的话 实际上就是用 首先我先建一个沙盒的地形 对不对 这个地形建立好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用切片机 就是插件切片机 然后给它进行了一个切片 关于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 我在陆克网上关于地理数据处理的这个课程上面 我是有给大家讲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课程 如果实在不会的话 大家可以用等高线先封面 封好面之后 然后拉线层面 挤出或者超级推拉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完成这个部分的操作 然后的话 然后的话就是快速的放置这个 快速的放置这些植物 对吧 你可以直接使用skater来放置 或者使用一些随机的 就是随机放置这些对象的这些功能 来放置这些植物都是可以的 接下来呢 还有两颗比较小的植物 对吧 好 那么这里面刚才说到的关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木材 比如说这个墙铁 对吧 如果是正常的 真正是木头做的 那么它的纹理不可能这么大 对不对 纹理不可能这么大 所以说 如果是手工模型的质感的话 那你要把这个木纹的感觉要放大 这个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先点击渲染 让它先进行一个简单的渲染 我们先看一下效果 如果要做成这种纯黑的背景的话 那么 首先我们肯定是要 把背景啊 那些什么东西都去掉 对不对 所以说还是跟随镜头吧 这个地方 记得把它置一下顶 然后打开我们的参数设置 先把大气 设置一下 对吧 是一个干净的环境 然后云啊 这些我们都给它关掉 云雾这些全部给它关掉 对不对 干干净净的一个场景 接下来呢 把时间啊 把时间我们给它调到一个夜景的状态 看到没有 调到一个完全是属于夜景的状态 这个调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场景进行打灯了 这个材质呃全部都是木材 那么你就按木材的那种方式调整方式去调整就行了 只不过呢 这个它不像是室内的室内的这种木地板 对吧 所以说大家就不要给太高的这个反射啊 就是反射的话 你稍微粗糙度给高一点 不要给太强的反射效果 那么如果你给太强的反射效果的话 那么会显得比较假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给场景打光啊 虽然是这个面光源啊 这个面光源的话 我还是找一个啊 找一个侧面 我先把它打上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面光源还是挺不好打的 我觉得的话 这个面光源还是挺不好打的 对不对 这里这个面光源我们先把它放出来 然后移动出来 移动出来之后呢 好 我们就给它把长宽 我们都给它拉到最大 或者只拉一个部分吧 还是给它做成长条状 做成长条状呢 我觉得方便打光一些 对吧 好 然后移动到我们想要放置这个灯光的位置 把它放到天空上去 对不对 然后朝侧面把光打下来 好 你看这个光是不是就照出来了 是不是就有啊 在寝室里面啊 关了灯之后啊 把这个是不是 把整个嗯 这个地方我们给它打一个灯的感觉 对不对 如果你要非常像模型的话 其实你一个光啊 一个这个灯光来搞定也是可以的 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一个灯光显得特别单调 或者阴影特别特别太重的话 那么你也可以怎么样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灯光再复制一份 就是说你不要打得太急了 这个灯光 而且稍微离远一点 对吧 不要让这个灯光照得特别亮 很奇怪的这种感觉 这个灯光其实可以稍微再高一些啊 好 然后呢 我们再复制一份 直接 直接旋转到另外一个方向 对吧 这里我们把它放过去 是不是 好 另外一侧 第三个 也给它打一个 旋转过去 OK 你看非常轻松的这个灯光 是不是就已经打好了 就是本来这个东西就没有太大的一个难度 没有太大的难度 然后这个这个玻璃的话 我觉得如果要把这个玻璃要呈现出来的话 如果是模型 我觉得尽量稍微给它一个蓝色的质感 因为如果你直接使用这个普通的这个质感的话 它会显得比较单调一些 让它颜色再重一点 甚至这个透明度呢 我们可以让它不要这么透明 或者在透明度上 我们也给它叠一个颜色 对吧 或者颜色稍微叠浅一点 这个也太浅了吧 使用高级自己调一下 偏蓝一点的这种感觉 好 OK 对吧 这个玻璃是不是就这样来调它的颜色 因为如果是这种手工模型的话 对吧 这和现实当中的玻璃呢 你就稍微要做的质感稍微有点不一样一点 这样渲染出来呢 才会更加真实一些 对不对 现在我个人感觉呢 现在这几个灯光 还是隔得有点太近了一点 再放远一点 因为 因为呢 我还是希望他们 每一个画面之间呢 稍微有一点 这个阴影的变化 不要特别的接近 好 OK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整个环境 我们最终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好 那么光打好了之后呢 我们进入到我们选好的一个构图 对不对 进入到选好的构图 这个构图 这个角度 你可以自由选择 对不对 想设置到什么角度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出图了 所以说这个手工模型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几个要点 那几个要点就可以了 你把这几个要点掌握好 如果想要做得更加更加的真实的话 那就比较麻烦了 你要给模型添加很多很多的细节 比如说模型有些地方 有些地方没有做好啊 对吧 那些拼接的缝 你要用模型 把那些拼接的缝模拟出来 然后还有一些碎渣 在模型上 就是没有清理干净的碎渣 对吧 这个还有这个木屑 那些东西 你都要用建模的方法 把它做出来 那就真的太麻烦 太麻烦了 那这个从效率的角度来说的话 它非常的不经济 对吧 效率非常的低下 所以说呢 这个也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的 好 那么这个设置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 我们想要出图的尺寸 使用视图尺寸 比如说我们出一个5000的图纸 让它尽量高清一点 然后这个通道呢 也差不多是一个通道 我们把这个场景更新一下 好 更新完成之后呢 大概测量一下这个 这个空间的长度 大概是5米 5米的样子 这个阴影怎么又回来了 好 然后呢 大概是5米的话 我这个就设一个8米吧 设一个大概8米 然后按Shift F2 出图 这个呢 你看非常简单 我们这个一个手工模型的 效果图就出出来了 接下来后期就是在后面 我们在PS里面去 调整一下这个图纸 我们先来看一下效果 它存到什么位置去了 它也不问一下我 默认位置我设置一下 重新设计一下 我都不知道存到什么地方去了 对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的话 其实它的就是饱和度偏低了一点 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用PS来调一下就好 都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深度还深度还选的挺好的 这个深度 呃 选的还刚刚好 对吧 然后呢 你还可以按我们上节课学习到的知识 对不对 给这个手工模型添加一个物件 对不对 都是可以的 挺好玩的 OK 那么你看 可以看到这吧 这个效果是不是就渲染出来了 是不是接下来呢 我们就进入到PS 给它加一个这个手工模型的质感 OK 把这张效果图使用模型打开之后呢 首先我们就进入Camera Raw 先处理整个画面的颜色 对不对 先比如说偏偏黄一点 然后曝光的话 曝光可以略微提高 然后对比度 对比度 稍微提高一点点吧 对比度稍微提高一点点 高光 呃 高光可以压一下高光 因为这边我感觉我的光是不是有点太爆了 啊 然后阴影的话 阴影可以 稍微提亮一点点啊 阴影可以稍微提亮 然后给它一个锐化 然后颜色的话 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来细致的调它的颜色 啊 首先是这个暖色的饱和度 对不对 这个黄色的饱和度太低了啊 是不是啊 这个和我们的木板呢 稍微有点偏差 然后色彩的倾向呢 我们可以稍微 让它偏软一点 颜色再偏软一点 对不对 往左边拉一拉 OK 啊 这样一个颜色 好 木质的这种感觉 呃 这个绿色的话 怎么感觉场景当中有点绿色啊 或者说这个黄色 我们可以给它 饱和度呢 再往上拉一点啊 再往上拉一点 OK 好 你看到这个质感的话 基本上现在是不是有这个 啊 这个感觉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啊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点击确定 对不对 好 调整好这个质感之后呢 我们就点击 滤镜 滤镜里面有一个模糊画廊 画廊里面有一个移轴模糊 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给它添加一个移轴模糊的效果 好 把这个移轴模糊往下挪 这个移轴模糊的意思呢 就是啊 它其实就是平时大家摄影里面的 那种移轴镜头 啊 然后比如说你看 我给它越高 是不是就它这个模糊就越大 然后这个呢是 完全不模糊和非常模糊之间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这之后呢 你看这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模糊 百分之百啊 这是百分之零 就是从百分之零过渡到这个地方的一个范围 看到了吧 对不对 好 通常呢我觉得啊 比如说这个建筑是斜的 那么你可以稍微把这个啊 以模糊的范围呢稍微拉拉斜一点 稍微斜一点啊 这个范围呢也可以稍微再扩大一点点 好点击确定 对不对 好你看这个质感是不是就出来了啊 非常的简单就可以做到啊 并不是特别复杂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饱和度呢 可以再往上提一点 那蓝色啊 我觉得单独再调一下这个蓝色的质感 蓝色可以把这 啊啊 青色啊 蓝色和青色蓝色青色的饱和度呢 可以略微再提高 对不对啊 这个 手工模型的质感 是不是就我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就制作出来了 对吧 所以说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 我们保存一下这张图 来看一下最终的这张图子的效果 确实是每次做同一张图子的时候呢 它的效果都会有一定的偏差 好吧 对啊 你看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 所以说你炫图子的话 那如果自己的机器还可以的话 其实可以炫非常高清的图子 尽量把这个图子炫高清一点 炫一个5000啊 7000 6000 7000 都是比较好的 你看这样做出来的效果呢 也是非常好的 对不对 感觉上给人感觉视觉上啊 就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OK 那么大家也可以用我提供给大家的那个素材 在上面再披一个这个手啊 然后指到这个上面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那么这个就是关于手工模型的制作方法 除此之外呢 我上几个课还讲到了 就是说 嗯 我们除了做手工模型 对吧 我们还可以将就这个模型 再来做这种白模的模型 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这个地方等待它把它渲染出来 渲染出来之后呢 我们直接在参数设置里面 好 按一下F7 置顶一下 好 直接给它改成白模 对不对 这还是改成夜景啊 白模或者泡沫的这种模型的风格啊 这个泡沫模型风格有点奇怪哈 看来是日光会效果会好一点 如果是手动打到灯光呢 就会比较奇怪 啊 用这个白模 对不对 啊也是可以做的 啊效果也很好 对吧也很有意思 对不对 大家可以尝试着自己做一下 对不对 最主要的话还是要自己尝试做一下 这个才能看得到 嗯这个图纸做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对吧 白模的效果还有这个啊 这个白模的效果 我们还可以给它改成这个光照图模式 对不对啊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啊相当于做一些简单的分析 对不对啊 也是可以的都是想都是可行的 比如说你看啊 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不对 我的这个地方的 呃 这个灯光的亮度实际上是有点过曝了 对不对 你看右侧都没有那么亮 对不对 左侧特别红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是有问题的 ok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 更多进阶课程咨询 请扫描下方二维码 添加助理老师的微信 创街猫爪爪 老周在创街等你哦